就剩下两个多月 民调却越拉越近 蓝营的基层渐渐产生焦虑 基层支持者心里有些毛毛的 因为马菜支持度快要变成黄金交叉 国民党辅选干部借力使力 全力催票 各位 我们要把这种危机感 化成力量好不好 非常关键 任何一票都不能缺少 恳请大家 蔡英文主攻的新北市 马英九全力回房 蔡英文刚走过的桃竹苗 马英九要用星期天一天的时间 走一圈 马总统谈台北户信 已经挥缩了 马总统谈台北户信 却没有提到如何营救被抓的外交官 马总统端正基 旋风是来去全力拉台 胶着的选情 其实这是客家货员会 马英九 吴敦毅 还有吴伯雄 他们都在这里 那其实这三个获选的 马英九客家话讲最好 大概这二十几年来 他每年的大连出的都去客家庄 就是马家庄 他们其实在前场就揶揄说 那个人不会讲 讲蔡英文不会讲客家话 又说自己是客家的客家人 那其实有这样的用意 不过今天比较引起很多人讨论了 今天自由时报写 他南京某名嘴 他讲唐湘龙 我直接讲 他说南京某名嘴 日前上网推文论参应显占 标题是马英九将败 当然有多问号也有敬叹号 两种意思都有 令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 萎水之战 朱细在钱秦胡坚 大金正宗喊秦金败了 秦金因而正巧大乱 进金钱力出击大败秦金 此战影响首级改写历史 我不晓得自由时报的人 也会看中国的历史 因为他们应该看台湾历史 但其实讲的东西是不太对 唐湘龙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说 台湾的政坛 他其实像马英九这样的比较特殊 就是说他不跟人家拔感情 那些人情 他其实自在讲这样 那他也没有什么仇用 也没有增加什么财产 也不像那些财团都去民进党主席 陈水扁家的后门送钱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这样的风格可能很多人是不能接受 可是这样的人如果失败的话 那台湾 充满想象空间 他其实是 正篇文章的意思是在写这个 结果这边引用过来 讲回水之战 朱细在钱秦湖间 大金阵营中喊 秦金败了 这个刚创下都 私下就讲 唐湘龙不是朱细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湖间里面的人 对 他是 等于说晋朝 王丞相他们这边的人 派在那边卧底 唐湘龙不是这样的角色 所以这边怎么样都用错了 就是夜间吹口哨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可以头边断流 然后就要大军南下 这是给他们绿军的一个气势 但是真的是不要去乱引 唐湘龙的文章 因为唐湘龙里面讲的是一次 他是说 马英九不该败 他的那文章是礼拜四的 所以马英九也不是福建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最近的调查 真的非常多 从TUBS里昂 到今天联合报之外 我们又来看欧队来交易所 这个是在每次选战当中 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看法 他说马英九迎面 已经退守到丹西以北了 我不晓得丹西跟那个 天亮西的位置 大家彼此是怎么样 可以想一下 根据未来事件交易所 11号公布的 2012最新总统大选的分析指出 在11月10号的加权平均价格 民进党总统参选 蔡英文领先 马英九总统的幅度扩大 在得票率预测 扩大会是3.85% 当选几率是扩大到4.21%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最近几天则是维持平盘 得票率预测与当选几率 分别都是在维持7%跟12%左右 在22个县市得票率预测方面 蔡英文在10个县市取得领先 马英九在12个县市取得领先 但是马英九已经退守到 丹西以北的北部县市 蔡英文在国民党执政的 台中市 彰化县 嘉义市 澎湖县 都取得领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调反映出来的 各家其实都有一个 很重要的看法 就是说马英九的优势 已经从南部没有优势 到以为中部的这个盘面 不断的在退回北部 而很清楚的包括台中彰化 大家注意 这都是博民党的政治明星 在当家的 胡志强跟卓博 卓博是常常会上电视 告诉大家办什么活动的 这个地方都已经在退后了 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还是要回来看 唐湘龙的那个文章 我觉得刚好回答了民意的问题 胡志强其实是很有机会统一中国的 他就败在肥水大战 他为什么败在肥水大战 其实早死一步的王猛 早就告诉他 先整合好了 你再决定去燃下统一中国 可是王猛死得早 府间匆匆就出手了 刚才明依特别提到 现在在国民党很多地方 都是政治明星执政 朱立伦 郝龙斌 胡志强 黄敏慧 都是明星在主政 好 一样的 府间当时的大军里面 也有慕容锤 姚长 这都是很能够打仗的贺联伯婆 都是很能打仗的都是政治明星 好 一群政治明星组成的团队 如果内部没有整合好 我必须要在这里 很慎重的提出来 国民党真的要团结了 真的要团结了 大家不能再有恶心了 好 因为没有整合好 所以朱旭的一句话 秦斌败了 就全部正脚大乱了 可是我要挑战你一下 你们现在既然没有王猛的话 这个老大就是马英九先生 这个团结的话 他必须要出来 还能谁做这个事情 如果不团结 也是马英九的问题啊 这样子啦 就说王猛是有啦 只是王猛不知道用而已啦 我就很熟读中国古书啊 对不对 比足智多谋啊 但是就说王猛是在的啦 但是王猛没有用而已啦 我只说你必须要先做好整合嘛 你没有整合就容易让别人一句话 败了就真的败了 我在这里不要讲 如果再多很多人 国民党里面的人说 国民党要败了 依国民党的文化就真败了 对啊 就真败了 他就自己没有志气就这样子啦 只要有志气一定会赢 嗯 对啊 而且你知道这个历史的场景喔 大金杀来的其实是蔡英文嘛 所以他才是胡杰嘛 啊 那个晋朝谢安带着 他们都在南方偏安 其实他们是被攻打的 就说他是执政的 被攻打 所以他的场景其实是应该覆掉 是不是应该这样 因为带80万大金来了 是全勤胡杰安啊 那现在带大金要推翻马航九十水 是蔡英文的民进党 所以他的场景应该是比较这样 所以他的比喻喔 其实大家听听就算 不过蔡英文 蔡英文的实力还是蛮强的 回来我们看 他今天看到TPS的民调 好高兴喔 满脸春风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